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神奇的猪们到底有什么特长呢 让人流口水的猪肉大餐又是如何做成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中国人吃猪肉已经吃得出类拔萃 淋漓尽致 蒸煮溜炸 样样精妙 大伙儿除了享受鲜美的味道 还要讨一个风鱼富贵的好菜头 在众多猪的品种中总有一些独特的存在 它们既有着奇妙的味道 而且代表着当地的风俗 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些美味背后的故事吧 湯厚朴实 呆萌可爱 您可别被猪的外表给欺骗了 告诉您 猪要是野起来 那可是十几个人都没辙 这群猪可大有来头 它们是小星岸岭纯中野猪和东北黑猪的后代 听说俺奶奶是个温柔的东北猪妮 可您再看看 这性子太烈了 最可怕的是怀孕的母猪和发情的公猪 一旦发狂 人根本就不是它们的对手 这猪到底有多野 反正关在圈里也不老实 这猪胸可偏要养 还使劲往野里养 人家养猪关在圈里 这儿的猪六万多亩山林 游着它们自由奔跑 就在这森林中放养 吃这个小楞草芽 野生坚果 这些猪散漫惯了 想抓它们就成了大难题 而南上加南的 就是首先要在这数万亩的山林里 找到它们 在茫茫的林海中跋涉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在一片林子里找到了猪群 今天客户要的是一头小猪 相对好抓一些 在食物的引诱下 几次撒网 一头小猪终于自投罗网了 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发生 小猪落网后 刚才四散逃走的猪群 突然叫我们反突过来 它这个猪一叫的时候 军南人喊救命 所以那些猪挖都围上来了 身处森林深处 附近一百多里没有人烟 我们一行五人 面对三十多头发怒的猪群 骤然紧张起来 如果今天咱们是提前没做好那个准备 那我们姐肯定是猪会被抓着 那我们姐可能就被猪吃了 像我们这个饲养员 山盒基本都带上 山盒累累 没想到抓猪竟然成了精索大天 不过猪野性大也绝非偶然 在畅白山的森林里 同样有一群野性十足的猪 用咱东北话说 那可是老邪乎了 刚一进山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人 正围着一群黑猪团团转 抓腿的抓腿 抓尾巴的抓尾巴 虽说是人多力量大 但对付这些大黑猪 大汉们显然不占什么优势 太精了 不好抓 快 快 快 灵活的走位 轻盈的身姿 只能让众人看着他们的背影 无奈的叹息 抓我 没门 不行了 抓不住了 来 兄弟 拿网的 操家伙 拿网的 操家伙 哟 还省家伙了 兄弟们 快跑 大网一出 黑猪们就乖乖就范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意外又发生了 挖这么大一个洞 刚才被那个猪给钻换了 快 快 快 网都被顶烂了 看来今天抓着猪 是难上加难了 大伙只能请出 带着抓捕神器的能人 找我们马师傅 找马师傅 对 这么多人都对付不了的猪 就马师傅一个人 能行吗 就这个小绳就可以 这 小绳 这就可以 这还不如刚才那个网子的绳粗呢 这 就能靠住猪吗 对 它有招 它有招是吗 它有招 原来马师傅使的是套魂的功夫 这样做危险系数很高 特别容易被猪踢伤 脱伤 养伤 对此 马师傅也算是身经把战 最严重的一次 牙齿直接被猪踢掉了 老马在山上抓猪二十年 练就了这身硬功夫 但即便多年得到的经验 面对这些野性十足的家伙 马师傅也不敢打包票 这猪太野了 不好抓 Round two 一招至敌 黑猪终于被马师傅套出了脚 神器加巧妙的手法 再加上大伙齐心协力 终于抓住了黑猪 作为松疗黑猪和野母猪的杂交后代 这黑猪为什么这么野 首先看它这个毛 特别黑 增量 增明挖量 而且毛很 比较硬 很硬 有点扎手的那种 对对对 很厚 它这个腿很长 大概有六十公分 你看而且这个腿还挺细的 这运动的猪 运动的猪 爬山 爬山能力强 每天在海拔八百米的深山里跑步 爬山 偶尔还练练拳脚 在雪地里疯狂的撒野 就是这样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让着黑猪的猪肉呈深红色 紧致鲜美 成为了餐桌上 地备的美味 在东北 带客之道 就是一道杀猪菜 把还冒着热气的猪肉进行分割 挑出五花三层 层层分明的五花肉 猪肉洗净 水量适中 温火炖煮 这种半炖半煮的方式 东北人称之为 糊 糊肉的同时 还有准备杀猪菜 不可或缺的血肠和酸菜 猪血适当稀释 葱姜调味 肥肠作医 把一头记紧 水煮十五分钟 通过扎小口 可以判断是否煮熟 而探似平常的酸菜 也暗藏玄机 用老钢烟渍 两个月即可取食 切菜的时候 给它片片 更薄了 再切成丝 酸菜切丝后 钻干水分 以利于油脂的吸收 而待血肠切好 糊的五花肉 便到了软糯 有人的时刻 酸菜好了 可以下锁了 小心 别烫着 就倒进去是吧 对 慢慢放就好了 一玩这会儿就好香 哇 特别香 不仅是东北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也有独具特色的 沙猪菜 在广西百色市的 瑶寨里 一道沙猪菜 正在加紧烹制 咬的是鲜最好的肉 最好的肉给他们吃 烧一下 给它取出了个腥味 把那个毛烧掉 烧腹了就好了 烧腹了 劈锤 没有腥味 瑶族人的沙猪菜中 必做的一道 就是白切肉 切好的肉 加点盐和姜 大火煮熟 原汁原味 肉要切得畅 要切得大块 猪肉的做法有四种 除了白切肉 还有一道扒肉 肉切成方形 加配料 在锅里蒸熟 排骨的做法也简单 放好配料 放锅里焖熟 最后一道 就是炒下水 各种下水 用提前腌好的酸菜 加盐炒熟就好 我们今天一共做了 十道菜 连肉 连小菜一起 把这个扒嘎放到中间 小菜都放到旁边 人们盛赞这菜的味道 鲜嫩 紧致 味美 而要做成这样的美味大餐 必须要用这里 特殊的一种猪 而且这种猪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瘦为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猪给人的印象 就是肥头大耳 身体浑圆 这几头猪瘦瘦小小的 这就拉出来选美 是不是有点心急了呢 不过看比赛的评委 有模有样 有成有凉的 也不像闹着玩的 这猪的话 四个月龄才长到 大概四十公斤这样 但是所有群这边的话 它四个月龄 起码差不多有一百公斤了 看来问题啊 出在猪的品种上 什么品种的猪 会长得这么慢呢 大家选育方式 我们首先是选顺的种公猪 野猪 做副本 然后取本地的黑猪 做母本 野猪血统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能达到50%到80% 原来这种猪 跟身材健美的野猪 有血缘关系 天生带着胖不起来的基因 但想要养成偏瘦的体型 这些还不够 养殖户们发现 如果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 这些猪还是会发泡 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口感 那该怎么办呢 这是要把猪放归山林 摸你野猪的生存环境 让它们自由采食 1300多亩的山地 300头猪 分分钟就找不到身影了 这些猪在野外生活 除了晚上睡觉 一直在觅食 每天能走一二十公里 山上的野菜野草 都是猪的美食 雷公根 车前草这些清热解毒的中草药 也时常能吃到 因为猪它本身很聪明 像我们的猪放眼的话 它自己有不熟的 它会找这个东西吃 运动跟饮食的搭配 脂肪的沉积层 它就景小很多 这些以瘦为美的猪 也是当地人制作腊肉的 首选原料 肥瘦搭配均匀 肉质有层次感 做出来的腊肉 卖向好 切好的肉 均匀涂抹上盐 腌制十天 就可以挂起来烤了 燃烧油茶壳 燃起的烟 鸟鸟升起 持续两个月 让味道慢慢升级腊肉 熏出来的味道 格外香浓 烤好的腊肉 用水煮熟 水分缓慢地 渗入肉的组织中 可以让干瘪的腊肉 滋润起来 切成片 就可以大块多移了 以瘦为美的猪 它的美味 也发挥到了机制 在贵州省的丛江县 也有一种奇特的猪 丛江香猪 当地人说 这猪它长不大 会是真的吗 我跑 我跑 来抓我呀 抓不到我 吃的是香嫩的青草 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 还有自由自在的活动空间 这些猪的生活 还挺安逸 可是我们的编导 找来找去 发现的都是 个头矮矮的小猪 这大猪去哪儿了 这里就是大猪 这就是大猪 您骗谁呢 这大猪 我目测 它也就有个二三十斤 它已经有六个月了 这哪像六个月的猪呀 一般的猪长到六个月 早已经成大肥猪了 虽然个头矮小 长得袖珍 可当地人 一直把它们当宝贝 可这明明是长不大 没分量 卖不上什么大价钱吧 为什么要一直养呢 这些香猪 又为什么长不大呢 看到这可爱的小香猪 编导也想跟它来个亲密接触 来来 稳住小猪 怎么样 我也抱起来了 不过我依旧觉得它挺重的 一只六个月的猪 单手就能抱起来 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对于香猪 这样娇小的体型 谁想抱起来 都不在话下 它本来是一种卫星猪 它最大也就是转个一百八斤的 丛江香猪 号称世界上最小的猪如猪种之一 它毛色全黑 稀疏而且有光泽 四肢细短 但是行动敏捷 适合在山地上奔跑觅食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的眼睛周围 有一圈无毛的眼韵 乍一看 像是戴了一副眼镜 不仅样子有特点 这丛江香猪的身形 也很特别 这些猪是不是都怀孕了 你看这个肚子好大呀 有肥猪不是胸猪 所以它没有反应 它吃的是榨草 是这个青菜 原来天天有才往上跑 所以慢慢地 它肚子就会这么大吧 吃的是青丝料 养殖户每天 再给它们喂点玉米 补充营养 这些都是小香猪 喜欢的饭菜 心情一好 吃起来难免有些韧性 也就撑大了肚皮 这体型 您看像不像标准的S型 不过话说回来 不是吃绿色食品长大的 哪有这副好身材呀 别看长不大 但是肉质极佳 它的肌肩脂肪丰富 肌纤维细 胆固醇含量较低 而且香猪之名 还跟肉质的香味有关 香猪的味道 到底怎么样呢 最常见的还是吃这种烤前猪 先在洗净的猪肉上 抹上适量的盐 再配上生姜 大蒜等调料 烫火烤的才香嘛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烫火烤的 一小时的腌制入味 就可以上口烤制了 烤的功夫决定这道菜的成败 烫火的温度高 火焰纯粹 更能保证猪肉的原汁原味 高温让猪皮变得焦香脆嫩 看现在这个猪皮呢 它已经是这个资黄色的了 这里面的肉呢 又渗出来那个一层一层的油 感觉让人非常的有那种想吃的欲望 垂涎欲滴啊 真是太香了 两小时之后 空气裹下着肉的香味 挑拨着人们的味蕾 同样是烤猪 海南三亚的做法跟贵州的 还不太一样 顺着骨缝 把猪的脊椎骨劈开 这道工序叫松骨 目的是让猪更为松展 造型美观 再把肉一刀一刀地划开 加入密制的烟料 再在猪皮上 均匀地涂抹蜂蜜 就可以烤制了 这做法也差不多呀 可当地人却说 他们这道烤乳猪 最大的不同就是原材料 这用的猪 是当地的土猪品种 五角猪 可猪不都是四只角吗 真的会有五只角的猪吗 快四流星 急如闪电 原来这五角猪跑得这么快 饲养员说 它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六十公里每小时 改上汽车的速度了 这碾猪碾的 到底满身是汗的 头五十枪 下五十枪 五头真的是有五只角吗 这饲养员又是追 又是碾的 你们就不能停下来 让我们仔细瞧瞧吗 可小猪跑步的距离 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两百米周长的场地 一天跑两次 一次跑十圈 一次两千米 一天下来就是四千米 跑不完呀 就不能停 跑完步 这回该歇歇了吧 可五角猪们 却还有用不完的劲 有的上池塘里游泳 这滑水动作海底专业 有的因为一点小事 就打起来了 死咬起来 是一点都不留情 那五角猪真的多一只脚吗 为了寻找答案 看来我们必须出手抓一只了 我们的编导 自诩抓动物小达人 五角猪 我来了 它能完成任务吗 跑这么快 它的爆炸力非常强 一下就穿出去了 它还能抓二只猪 猪抓它差不多 好了 我现在有一点灰心了 最终还是失败了 大伙还是别斯文了 一起上吧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猪是抓到了 可数了又数 这猪就是四条腿 哪来的五只脚呢 但这五角猪 确实跟我们日常见的猪 不太一样 它身上黑白分明 脸上褶皱少 颜值还挺高 就是脾气有点淡 你抓前腿可以吃什么 再回你可以 经常咬啥 这个饲养员 因为抓它的时候 它会反击 不但要咬我们 而且你看这个眼睛 已经气出红血丝了 可说了半天 这猪为什么叫五角猪 它多出的一只脚 到底在哪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不难 只要在五角猪吃食的时候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它四肢短小 嘴巴肩长 喜欢在野外拱土觅食 走起路来 嘴巴贴地 看起来像五只脚 所以叫五角猪 可别小看了它 五角猪是一种 非常古老的原始猪种 如今成为了海南等 热带地区主要养殖的猪种 为当地居民的增收 提供了保障 生猪产业关系国际民生 两种是保障生猪产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国复原辽阔 猪的种类和数量众多 但是也面临着 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加快启动实施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缩小生猪品种和国际 先进水平的差距 确保重要农产品 种源自主可控是关键 猪肉呈现的美味 总能把生活调理得 更加有滋有味 而滋味的背后 需要从业者的智慧 和产业的支撑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